大家好,我是新西兰Michael 虽然房价今年继续上涨 但在过去的六七月中 整体全国的房价跟涨幅 已经显示出早期的放缓的迹象 看R1RNZ的数据 七月份多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下降或者保持不变 同时在明天8月18号 新西兰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官方现金利率OCR 就在今天 ANZ银行上吊了所有的固定期货款利率 继日起生效 ANZ一年固定货款利率从3.15上调至3.29 18个月到5年期的货款利率分别上吊了0.10到0.30 8月第二周Rotora上市了33套新的房源 整体房源数量还是在170个以下 本周我去看了7个房源 最后我会带大家看看Rotora200万家的房子是长什么样的 所以我会带到6.90 我会带到6.90 我会带到6.9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我会带到7.00 最后我会带到7.3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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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